明星碎散 真棒拼函 CCTVV中国拼凤准类台赛 第十一年一百场比赛 镇佛琼雄威 展国手风采 CCTVV中国拼准准类台赛 我想比赛将更加紧张激烈 现在我们就有请42届 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男子双打混合双打冠军 25届奥运会男子双打冠军 王超出场 大家欢迎 非常高兴 现在我们有请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中国队获得团体冠军的主力成员 获得男子双打第三名的 也是被评为优秀运动员的 丁松出场 大家欢迎 谢谢 一看到你们二位我们在座的很多观众 都非常的兴奋 你们对大家来讲是太熟悉了 特别王超 你老是这么笑笑嘻嘻嘻的 脸上的笑呢 表明了你的信心非常强 我想你对今天的这个擂台赛的决赛 一定是有备而来 准备全力赴 不会那么轻松的 因为到了决赛中都是非常激烈的 那么我也做好了这个饲料准备 好 谢谢 丁松是销球打法 那么到现在呢 从3月9号开始第一场就是你打的 到现在整整一年了 一共消息给多少名选手啊 八位嘛 八位嘛 八位 决赛都赢谁了呢 决赛阶段 决赛第一场赢了马文革 第二场赢了熊克 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个舞台上来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作为丁松是打销球的运动员 那么能够在赛场上进入到总决赛就更难 那么丁松你现在信心怎么样 嗯 有信心吧 但是就是说 球嘛不太好的 肯定非常艰苦 不过我希望今天能够有很好的表现 好了 观众朋友们 这两位选手还要做一点准备活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两位运动员在本次擂胎赛当中的表现 丁松今年26岁 是上海籍运动员 他8岁开始学习乒乓球 13岁进入上海队 20岁入选国家队 丁松采用右手横卧球板 销中反攻攻销结合的打法 去年3月 CCTA被乒乓球擂台赛战火燃起 丁松身上笼罩的43届世拼赛的光环也渐渐的消退 这位曾叱咤世界拼弹 让外国选手弹虎变速的魔术师 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3月9日 在北京大学进行的首场比赛中 丁松以1比2的总分败给了广东小将李靖 在4月6号青蛤大学战的比赛中 又以0比2输给了北京选手熊科 败走迈城 6月29号 在南京战的拼杀中 丁松以昂扬的斗志 2比0战胜了攻略手冯哲 7月6号在天津的首类赛中 又以2比1击退了严森的挑战 幸运的天平 似乎倾向了南征北战中的丁松 他又以2比0战胜了张勇和秦志简 而后丁松却连续遭遇了攻略手的强有力的攻击 黑龙江选手王菲和上海选手王立琴 两位小将主动进攻 频频得分 使丁松连遭败继 处在了难以进入总决赛的边缘 但是丁松不愧是拼弹上的顶尖高手 他一改战术打法 重新振作精神 在艰苦的拼杀中 战胜了江山和刘国正 终于冲入了决赛圈 3月8号 在巴定寺对马文革的决赛中 丁松以我为主 以长刻短遏制了马文革凶猛的进攻 将其淘汰出局 接着在四进二 与战胜刘国良的雄科相遇 丁松手得稳 攻得勇猛 使得雄科难以招架 终于以1比3败下阵来 这样丁松就进入到了最后的总决赛 今天 踢精斩棘绝处逢生的丁松 站在了争夺总类主的赛场上 我们期待着 他与王涛功效大战的精彩表演 王涛今年30岁 是来自解放军队的运动员 他4岁开始练习乒乓球 一直默默无闻地苦练 直到入选国家队 王涛采用左手横卧球板 快攻结合胡圈球的打法 在去年3月开战的 CCTA杯乒乓球擂台赛中 王涛不仅是一位年龄最大的选手 而且也是一位百战百胜的擂主 96年3月 王涛首次出场 就以2比1的结果 战胜了江苏选手张勇 4月中旬 又以2比0 倾取了福建小将江山 而后又以相同的比分 将王妃王丽琴击败 同样 他又以两个2比1的总分 击败了秦志简和林志刚 至此 王涛就以六战全胜的战绩 昂首步入总决赛 在今年3月8号的半决赛中 王涛又与冲入决赛圈的 攻略手王妃相遇 王妃斗志正望 有一股势不可挡的夺夺气势 但老将王涛胸有成竹 不急不躁 凭着丰富的临场速食 靠手腕上细腻的变化 和身后的功底 打出了一个又一个好球 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3月15日 王涛和孔令辉 争夺本次比赛的决赛圈 在总分2比2后 王涛沉着冷静 却毫不手软 在双方的对攻战中 他逐渐占了上风 终于以3比2 战胜了头号类主孔令辉 站在了此时的决赛场上 今天 在丁松做最后较量的关键时刻 我们相信 这位信心十足的平坦老将 将会带给我们 更加赏心悦目的上层表演 介绍本场比赛裁判员 主裁判 国际裁判 于世俊先生 副裁判 国际裁判 侯宁宁女士 现在比赛开始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是在北京市 海淀体育馆 现场直播 96到97年度 CCPV 雪豹日化飞 中国乒乓球 这台赛总决赛的冠亚军男子决赛 交战的双方是由世界冠军 王涛对丁松 丁松现在突然发现 台子上好像 有一点沉寂物 所以他过去 扣了扣 这样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在当今拼摊的世界里 像丁松这样的 萧球打法 能够 有一席之位 而且取得很多优异的成绩 这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由于丁松的出现 使得萧球 又产生了新的机会 现在场上比分3比0 丁松开局很顺利 他一上来就采取了 积极进攻的办法 扰乱王涛 为了更好的介绍比赛 我们还是今天特别邀请了 中国乒乓球队的领队 黄彪和我们一块来 评述这场比赛 黄彪他们两个在队里的话 在队内比赛的话 谁的实力好一些 正常的讲应该还是 王涛 因为丁松这个小小小小打法 就像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 他这个打法 因为是小小小在队里的 大家的旋转 各方面都比较熟悉 特别的旋转 所以是比较困难一些 应该说 但丁松这个打法呢 他虽然是销球 但他进攻的意识相当的强 他可以在近台发出强攻 也可以在中台反挖 所以他这个销球呢 就解决了 比以往的那些销球 这个进攻的有所不同 所以瓦尔德 曾经开过玩笑 瑞兰德说 一见听说 什么你不是销球 你是攻球 就哪里面有共球呢 所以他的进攻是非常 只要有机会 他就侧身就把他关在 现在王涛的开局不是很厉 现在王涛的开局是 2比6落后 现在是3比6落后 还落后3分 王涛是八一队的运动员 丁松是来自上海 拉中路 这球拉得非常的准确 现在丁松当拿到 发球拳的时候 在很大程度上 像一个攻球手 我们可以注意 大家看发球抢拉 从这个技术上来讲 比一般的攻球手 就不差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进攻型的选手 在发球抢拉的时候 也并不是就能够 像丁松这样 能拉得这么有力 这么准确 好像我听丁松讲 他小的时候 曾经打过一段攻球 对 曾经打过 这跟他这个经历 是有关系的 那一般来讲就是 萧球手 他的进攻 他的拉球的落点 相对来讲 比攻球要难以防御一些 就找不到他的点 对攻球对攻球嘛 他那个点呢 总共还有一个规律性 萧球对萧球手 他攻球的时候 他没有规律的 你不知道他拉哪个地方 反正他的节奏 落点都跟攻球不一样 8比6 8比6 现在丁松开始反拉 这样9比6 加油 从这几个球前级来看呢 他确实进攻 占了起码一半 所以瓦尔德 瓦尔德说那个话说 你是个攻球手 说的也虽然是开玩笑 也是有很多道理 也是有道理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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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决赛的压力 伴随着精神和物质 所以作为运动员来讲呢 他们可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 都想拿到这场比赛 因为这个队 每一个运动员来讲 机会并不是很多 而且这个CPU雷太赛是历史了一年的比赛 所以应该说在可能在冰班球比赛当时最长的一个 所以大家的比较重视 是哪一场 确实这个冰班球雷太赛啊 几大一年以来 从队里面来讲 从他们这个队员来讲 得到的状态是非常的大的 因为给他们每个礼拜都有这个参赛的机会 因为在中国呢 就是像欧洲呢 它是肌肉部 每一个礼拜都有比赛 所以他的心理相对来讲呢 就是打比赛打得多 心理比较稳定 过去呢 我们队员呢 因为这个比赛少 所以呢 这个常常练得多 所以比赛少呢 往往练得很长时间 突然打个比赛 心里压力很大 很想打好 又紧张 反而发挥不好 那么通过了这个 CPU一年来呢 对我们的年轻的队员也好 对我们的老队员也好 都是持到一个很好的锻炼 确实CCTV列台赛呢 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喜爱 这项赛事呢 在明年将继续办下去 而且呢 将分为五个系列来进行比赛 其中包括了 就是男队的和欧洲的对抗 女队的和亚洲俱乐部的对抗 还有呢 就是保持现有的这种俱乐部 以及把全国锦标赛 俱乐部杯主赛 全部纳入到CCTV列台赛里 边来 这样的话呢 就成了中央电视台和国家体育 乒乓球管理中心 全面进行合作 那我们想呢 在明年的乒乓球呢 将成为 在这个中国的体坛上 将呈现出这个国球的这种 被人喜爱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现在王涛呢 比较被动 现在场上比输是 9比16 现在王涛改变了战术 现在对丁松的这个销球啊 虽然是可以说比较适应 相对来讲比较适应 但是总体上 丁松呢 在这几场比赛里边 都是表现出了 对方呢 到最后还是判断不够好 这说明丁松的变化呢 是非常大的 10比18 现在场上比分是10比18 现在王涛看 第一局比赛落后比较多了 所以他经验也比较丰富 这时候呢 即使是拿出真正的本领去追的话 可能追不回来 还被对方更适应他的绝技 所以他采取了一种 比较单一的办法 实际他的这个脑筋 已经动到了第二局 保存体力 保存体力 保存技术上的含量 车打得确实非常漂亮 各位观众 可能有些朋友 刚刚打开电视机不久 现在您收看的是总决赛 擂台赛的总决赛 刚才女子 这个 这奔亚平已经以2比1战胜了礼局 获得了冠军 现在进行的这男子比赛第一局 20比13 结果这局比赛呢 就结束了 冰松 以21比13 先胜了第一局 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呢 王涛的失误显得比较多 那么丁松呢 打得比较稳健 也比较沉着 特别是在刚一开局的时候 积极地进行 发球抢攻 表现了很好的优势 稍后我们来看一看 第二局比赛的情况 国手风采 BCTVV中国拼风球类台赛 一个著名的品牌 全体员工敬业地追求 为了美化您的生活 雪豹日化 让风采说话 第二局比赛开始 首先由王涛发球 大家看王涛现在就拿出真本领来了 不像第一局的后半局 基本上呢是属于保存体力 研究对策 准备第二局 这个思路也是对的 因为有时候落后太多的话呢 丁松今天越打越漂亮 今天应该说丁松呢 这个第一局和第二局 现在为止啊 这个发挥还是非常充分 特别他正手的进攻力 命中也很高 因为前一段 好像他的状态不是很好 对 其中路原胜教练还比较担忧 说呀丁松这快44届了 他现在这个状况 怎么能调整过来 因为陆元胜上次呢 他原来呢 陆元胜原来是丁松的教练 在上海的时候 我针对丁松的情况呢 前一段的情况呢 就是男队教练组 蔡臣华组教练 以及教练组呢 包括他现在的教练惠君 也就是说 从各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办法 就是从他思想上 心理上 技术上 都可以找一些原因 那么针对这个呢 针对训练 那么从最近的 这一个月的 军队训练期间 对情况来看 丁松确实是 比较稳定 从心理上 从技术上 都比较起于稳定 这样的话 我想对此事件 来看呢 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特别是这场比赛 如果拿下来的话 可能对他的心理 会有更好的帮助 对对他心心 对 因为在去年的擂台赛当中呢 丁松确也说 很危险的这么闯进来了 是 他当时是四胜四负 后两场比赛 必须保持全胜 才能够出现 但是他还是确实不错 最后咬紧了牙关 闯过来了 对 那么接着呢 又战胜了 在前面的比赛里边 丁松呢 又战胜了马文革 三比一 然后呢 又三比一战胜了熊科 而进入了今天的决赛 其实王涛呢 也很不容易 特别是王涛啊 打败了这个王妃 三比零 胜王妃以后 三比二胜了孔定辉 这应该说是 难度是比较大 对对对 而且那场球打得 非常地精彩 非常地艰苦 所以说要从这个 过来的实力来看呢 那王涛取得这个 总冠军好像是 人们觉得应该是他得 是吧 对 过的关比较难 另外从实力上 平时呢 对 好像赢王 赢丁松之城的也多 也多 对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是说没用 关键是看赌赛 但是到了大战 决赛的时候 完完都是 心理上 占了很多的 主要的原因 经常是很多 就是在平时 很难赢的对手 但是好像在 大概决赛当中 他赢了 这个就是要体现一个 运动员的 这个不仅是技术好 还有心理作用 心理的和经验上 也很好 记得 但是那个 在有一次 世界比赛的 女子决赛当中 算是八件 曹远的话 就是对那个 耿尼娟 当时 那个 在国内的时候 耿尼娟 基本上是 上风的 打十场球 可能有七八场球 他赢 但是到了决赛的时候 那个 曹远华 很沉着 很冷静 气质很好 结果在 决赛当中呢 就把那个 林健打下去了 是 活成了冠军 所以这个 一个运动员 不单要看这个 平时的这个 训练水平 还要看 大赛当中的 关键时候的 发挥 现在就是 关键时刻了 现在七比八 丁松落后一分 现在要丁松发球 王涛要想打败丁松 必须要在 两个方面 要有 克长 第一就是要 稳拉 能拉得住 第二就是要 有 杀手剑 就是该打 能打得死 减少失误 那么对丁松来讲呢 他对王涛来讲 一方面呢 他要干扰王涛 销球的时候 有旋转变化 突然地进行反攻 所以这里头就要看 争夺和反争夺 控制和反控制 在这些 众多的矛盾的冲突中 看谁能够把握住 最后反应在比分上 七比四 反攻 我们看到 丁松的这种反攻呢 常常是给我们感觉 好像不能攻的球 他却攻了 所以他和一般的销球的 不同的地方就在这 能够出奇之胜 他这个发球 对外国人威胁非常大 对 对中国运动员 应该说威胁并不大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王涛呢 也是刚才刚吃了一个球 因为他今天的阵子 运动力非常高 所以呢 王涛呢 也就比较怕他第二把 能攻 所以接起来呢 就比较紧张 一紧张呢 就造成了这个 位置失误 现在王涛是11比9领先 第一局呢 丁松是21比13先胜 大家看这个接法球抢拉 非常的凶 黄涛呢 前一段都在德国打球 德国纪录部打球 最近呢 为了配战这个世界 队里面召回来了 目前呢 也跟队里面 在这个阵病 进行封闭训练 他作为一个老队员 前当我看他在训练当中 就是表现非常地不错 尽管年纪那么大 而且这个 长期在国外打球 这个也比较疲劳 回来以后 仍然的 很自觉的 带头的 能急急地配合教练组 认真的训练 刻苦的训练 这点对一个 老队来讲 是一个 也是一种精神 现在场上比分是12比13 13比12 现在丁松领先 这对王涛来说非常不利 看来王涛的判断还是有问题 丁松的这个正守卫的发球 应该说发的是非常不错的 今天从发挥情况来看呢 应该说丁松发挥的比较充分 王涛呢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但是乒乓球就是这样 往往一方主动的就是对方的很难发挥出来 大家看现在王涛采取了高调狐圈来控制 旋转去寻找机会 现在王涛这个球 打的是对的路子 就先不着急 先拉住你 慢慢再来寻找机会 在前赛板呢 在控制住你 不让你丁松 能轻易地起板进攻 往来再拉住 拉住以后 再寻找机会来进攻 今天丁松是越打越勇 往往信心就是这样 打一个打到了 第二个就更敢打 再打到了就越胆子壮 所以对王涛来讲呢 关键的要有耐心 打消球不要急躁 要有耐心 而且尽量要少失误 因为如果开始一失误 可能随便一个球 没有把握打了 那么一丢掉以后呢 往往容易造成 你对后面的球不敢打 对 现在场上比分是14比17 这一段呢 王涛一定要咬住 否则的话 稍微一松的话呢 可能丁松再领先两分 这个球就不好打了 现在采取高调呼箭球过度 现在场上比分是14比18 主要的问题呢 看来比分上现在是输了5分 从那5分来看 主要是王涛失误过多造成的 在其他方面呢 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平衡 就是失误的太多 发边 现在15比20 这个球不太好打了 20比15 由丁松发 第一局是21比13 丁松取胜 结果接发球又失误了 这样呢 丁松就21比15 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那么对于王涛来讲 关键呢 就是失误过多 耐心显着不是很够 特别是这种沉住气 拉掉 有机会再杀 如果按这种战术打呢 应该说在前面有几个球 打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没能够 很好地坚持下来 那么稍后我们来看一看 双方第三局比赛的情况 明星璀璨 真棒 CCTVV中国拼风熟类台赛 第11年100场比赛 振脱球熊威 展国手风采 CCTVV中国拼风熟类台赛 一个著名的品牌 全体员工敬业地追求 为了美化您的生活 雪豹日化 让风采说话 观众朋友 96到97年度CCTV雪豹日化杯 中国拼风球类台赛 总决赛的冠亚军决赛 第三局 现在开始了 王涛和丁松 在前两局里边 丁松2比0战时领先 王涛前一段 我们刚才听到黄彪介绍 前一段是在德国训练 所以这个也造成了 他很少和丁松接触 因此今天 接发球吃了比较多 按正常情况来讲 王涛对丁松的发球 吃的并不是 应该像今天吃这么多发球 应该是比较熟悉 对 刚才蔡蒙讲的比较对 也许是前一段 因为王涛一直在德国打球 那么在一起的训练的时间 结束呢 相对来讲呢 要少一些 但今天丁松的发挥呢 也比较好 这个时候拉和销的处理 处理的比较得担 现在3比2 王涛发球 好球 这是个运气球 但是接这种球也是表示一个人的水平的高低 往往水平高的运动员 有些看着接得起来的球 偶尔接上一两个 可是到关键的时刻 这个起作用 因为取胜都是在 非常小的差距之间 王涛第三支的开局打得很好 现在是6比2 可能2比0的比分 对他也有所刺激 这时候他可能也想开了 放短球 再把球拉起来 拉中路 丁松反攻 所以这个就给拉球的选手造成很大的困难 你不能拉过度球 你不能拉力量小的球 你不能拉旋转弱的球 只要这三个情况一出现 丁松就会反拉 反攻 所以王涛现在还要多丁反手 好球 那么你看 今天确实丁松在发挥上 从这个进攻上来讲 确实还是比较 战的比例比较大的 所以丁松是中国乒乓球队的秘密武器 确实对中国乒乓球队的一线队员来讲 都往往不容易适应 况且那些外边人可能就更难适应 对 今天丁松切封就是发挥的非常的出色 大家看着一个萧锤萧的又低又转 冰松似乎又找到了他43届的感觉 对 5比6 现在冰松还落后一分 现在王涛也逐渐在摸索 硬都不行来软的 现在我们看到刚才冰松两次萧球下网 都是这种慢掉球掉到他的中间 那么你看丁松今天这场球可能是在这一年当中 CETV雷台赛当中可能发挥最好的一场球了 最漂亮的一场是这样 那么丁松呢我记得是3月9号在北京大学的时候 他是第一个出场 对 那么最后呢一场比赛他又是最后一个出场 对 他两头都让他站了 对 而且越打越好 越打越好对 而且他在对类来讲的话也是我看的话 也是在近一年当中今天的表现是比较出色的 就是 大家看这个王涛又失误了 这就是我们说丁松的得分手段 转与不转的变化 在萧头中 他除了落点变化以外 就是有的转有的不转 而更重要的是 他转的像不转 不转的像转 就是来迷惑你 让你看不出来究竟转还是不转 王涛这个封对方的反攻 和防守对方的大力的红尖球 抢拉抢通也是他的出场之路 他战胜孔灵辉就是靠这一招 就是孔灵辉两面拉 他在正反手两面挡 王涛这个运动员也是乒乓球的一个天才选手 丁松就像一块胶皮糖 非常有韧性 就像一个有巨大力量的弹簧 王涛稍微的软一点 那么丁松的比分马上就追上来 对 所以这时候王涛必须咬紧牙关 一鼓作气把比分拉开 十销 十挡 十攻 十拉 确实让运动员有时候摸不透 这就是以变为主打法的特点 好球 现在王涛还是靠这种轻拉 软打的办法 对 调动丁松 让他借不上力量 然后再重扣 王涛这个队员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队员 从他的打法的技术 特别他的反扫这个反弹这个技术 可以说在丹津 金弯球 呃 宋国志 这么多年当中 他的反扫弹的 确实比较好 比较好 她们有安排的反扫弹 只能获得力量 统签 mehr 好球 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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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松在去年曾经有一段时间 情况不 状态不太好的时候 他曾经想把这个反手 换为那个残骄 他现在是把那是正骄 那么他也曾经尝试过 但是那还是不行 就他们一些实践以后呢 后来这个男队啊 这个主教练蔡春华 他的主管教练慧君 以及几位其他教练 林小冬 吴定平 他们都比较大家在一起啊 就我听他们在一起讨论 就好几次 就对他的问题啊 大家都制定了很多的办法 想要一些办法来增强他的信心 从技术上来解决他的问题 那么最近这一段来看来 他确实是受到的效果很好 很大 这球很转 所以丁松这个转与不转啊 对王涛来讲威胁比较大 他每次在拉球的时候 除了要考虑到拉到什么方向去 还要考虑他的球 转还是不转啊 转多少 怎么样去拉 怎么样去打 所以这个呢 这个王涛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啊 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冲难 但是王涛目前得分 为什么能够17比12领先 领先5分 主要是靠这个 这种拉球的过程中 有重的有轻的 特别是轻拉 威胁比较大 所得的几个分 大部分是靠轻拉 丁松够的销 而造成失误得分的 观众朋友 刚才的女子总决赛呢 是在邓亚廷和李局之间进行 结果邓亚廷是2比1 获得了冠军 现在进行的是男子总决赛 这一阶段呢 王涛打得比较聪明 不急意求冲 看着尽管球高 但是呢不好拉的时候 不好冲的时候 我还是稳一个 王涛再来寻找机会 这样的话 他命中率比较高 王涛消一百 王涛消两百 大家看到 虽然丁松打消球的 但是这时候王涛露了一手 也是连续消了几百 看来消球的功夫也是非常的不错 如果偶尔看到这一局球 这一个球的话 可能还以为王涛是消球 而丁松是攻球 王涛现在非常耐心 放短球 好球 再拉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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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丁松的意志确实比较完强 现在十八比十五 如果丁松再追上一分 两分 十七比十八 那么王涛这局又不好打了 这分很关键 嗯 这分非常关键 好的 这个球 这个球大家看王涛拉的位置很好 是拉到了丁松的中路偏反手 这时候他位置很难受 就我们说的窝心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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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王涛是以二十一比十五 返回了一局 这样在前三局里面呢 双方是二比一 丁松二比一领先 那么这一局王涛的成功 就成功在他打的比较耐心 特别是拉球的软拉 就这种呢 小力量的拉和轻调 让丁松够着来消 这一点上啊 得了有大概七八分之多 所以这也是他取胜的关键 那么我们想的双方一年都会很好的总结 稍后我们来看一看双方第四局的比赛 越打越紧张激烈 那现在您收看的是在北京海淀体育馆现场直播的96到97年度 CCTA杯雪豹日化杯中国平凡球类台赛总决赛 这是男子冠军的总争夺 谁能够取得胜利将获得总类主用也是总冠军 在女子女赛中邓雅平二比一战胜了江苏籍选手李菊 从而捧走了金杯 那么接下来呢进行的是男子比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丁松和王涛 王涛在这次擂台赛的总决赛里面打得非常出色 在预赛里面她是六战六胜进入了总决赛 在决赛里面她是首先三比零战胜了黑龙江选手王妃 接着又三比二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孔令辉而进入了总决赛 丁松呢和刘国梁是分在了另外的半区 结果丁松冲了总决赛以后 她是先以三比一战胜了老将马文革 接着又以三比一战胜了北京的熊科 而熊科是以三比零战胜了刘国梁 所以今天呢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讲都是来之不易 王涛在第二局取胜的关键就是打得比较耐心 特别注意了轻拉 所以丁松来讲呢在第一局和第二局两局里面 更多的就是防守反击打得漂亮 另外呢守得非常的稳 但是在第三局里面对这个王涛的软这个轻拉 和这种慢调看来还不是很适应 就这种球往往失误比较多 现在王涛呢对丁松的这个转与不转的销球 以及发球看来有的时候时好时坏 刚才呢对这个揭发球呢又出现了一些问题 大家看王涛这个技术非常快 刚才王涛的这个球啊应该说呢难度非常大 特别在丁松强力大力冲和快速的这个进攻中 王涛的这个防反能力非常强 大家看王涛现在大力的拉反而呢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这时候他应该呢终于轻拉 终于这种慢调结果加力 中文 Canvas Jong-Un confused 宗ized 我们今天呢 确实打得很大神了 越打越准 在 ti15 刚才邓雅平已经获得了女子的种类组 并获得了汽车的金钥匙 那么现在王涛和丁松 究竟谁能够获得冠军呢 大家拭目以待 现在丁松非常有力 2比1大局领先 小分第4局是7比5领先 你看半决赛在四央章那场球 打的也是非常的精彩 从今天这场球打的也是质量比较高 包括第一场战亚平他们 也说明了最近 这一个月的分离训练期间 看来在运动员的投入 这方面的系统的训练 看来还是 状态还是逐渐的在 往好的方面发展 谢谢 那么最近呢 我们教练主要确实也抓得比较紧 无论是女队 但是戴亚平也说了 大家都比较团结 女队的教练主要以陆延胜 主教练为主 还有其他鲁耀华 李准乔小卫啊 大家都比较齐心协力 南队们 蔡春华 李小冬 敏销 慧军 吴近平 他们呢 每天在镇定的时候 除了训练 就是开会 每天呢在研究 这个 个人的各自的技术的情况 从主要情况 包括外国选手的这个情况 确实中国平凡处队取得的胜利很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全队能够团结一致 发扬集体主义的精神 对 外国主义的精神 对 而取得了一届又一届的好成绩 对 我们也希望这些选手 在打完CCTA杯列台赛之后 那么能够在四十四届视频赛上 有良好的表现 届时中央电视台 我也将随队前往曼特斯特 去现场直播比赛的盛况 现在谈的比分是九比十 现在比分处于胶着状态 这一局对王涛来讲非常重要 大家看王涛呢又吃了一个发球 这说明呢在整个的这个 对丁松的适应上 王涛现在的状况并不是很好 因为刚才黄标讲到了 就是到德国训练 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丁松 没有跟他去练习 这样的话呢 就容易呢不适应 这丁松呢打得比较活一些 发球的这个 有反手位站的反手位发 还有站正手位发 有缠的有短的 这变化呢也确实还比较多 王涛的发球散拉 非常的刁钻 所以双方呢都是靠现在呢 有点变化 就是不是很平稳 现在得分的方式呢也比较多了 有的时候发球抢攻 现在是拉中出击 这线路变得很活 现在12比11 拉起来 确实像丁松这样 这个拉销结合的这么好 给人家感觉呢 这两种打法呢 浑然一体 确实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销和拉基本上分不出来 可以做到随心所欲 对对对 他的销和攻的这个处理 处理得相当好 就什么球该销 什么球该拉 我们知道销和拉呢 整个板型是相反 销的时候板型冲上 拉的时候板型抄下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 从技术上来讲 但是作为丁松来讲 掌握得非常好 放板球 再冲 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能拉稳的话 不要轻易掉 因为轻易掉的话呢 丁松往上一上 这时候他这个手腕的动作 就容易使上 或者夹转或者不转 或者送你什么地 对 所以这个掉也不是说 随时可以掉 要轻易不要掉 现在13比14 现在打得就非常有意思 我们都不敢预测 下一个球谁赢 也不敢说下一个球 他怎么打 这说明现在呢 就是发挥到了 最佳的状态 丁松的反攻 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命功率 失误非常少 这个第四局 要是王涛能拿下来的话 那么这个第五局 就更加精彩了 王涛的教练 主管教练李晓东 现在我问李晓东 他回国以后 在队战的训练程度上 李晓东很满意 觉得王涛作为一个老队员 还是比较带头在局里面 每天李晓东的教练都陪着 加班加点 他都能坚持地 把这个大营能量训练 坚持下来 我们看到了 这个球啊 丁松是应该打上 但是王涛这个反弹 是非常的厉害 大家注意 这个球放高了 但是虽然是高了一点 但是丁松呢 也是出乎他的意念 丁松上步稍微慢了一点 结果球出界了 这有的时候呢 在比赛中出现这种 该赢赢不了 该输输不了的球 这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一局不能多 艰难的得了一分 但是很轻易的 就丢掉了一分 这确实很可惜的 连续拉正手 再拉反手 大家看这个力量 现在王涛呢 这时候千万不要急躁 虽然刚才那个球赢了 但是连续那么大力量的猛撑 这个确实难度是很大 王涛现在对旋转 适应一好 适应一去了 相对来讲 适应以后 他的命中力也高一些了 比第一局低下局要高一些了 现在丁松呢 也是破坏王涛 不让他一股劲稳了 让他一会儿戳一个 然后再改成拉 然后拨一个 再改成拉 这样的话呢 反复一变呢 就容易输 你打一好球 我得一分 比分交错上升 现在是18比17 王涛领先 在前三局里边 丁松是2比1领先 第一局丁松21比13领先 取胜 第二局是21比15取胜 第三局王涛是21比15 返回一局 现在是第四局 17比18丁松发球 王涛关键不要吃发球 这球逼得太大了 可以失误 18比19 哎呀 丁松也真敢打呀 而且今天的反攻命中率 相当的高 对 可能在本身80以上的 虽然给王涛带来了 很大的困难 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44届的希望 19比19 现在丁松发球 王涛还是打球平稳地过渡起来 拉正手 这球拉得也非常漂亮 大家看到王涛在打 这个拉正手的时候 他手腕有一个偏的动作 对 就像滑板一样 对 那么这也是王涛的一个突出的手 一个特点 一个特点 他的球比较丢 结果 结果王涛终于拿下了第四局 是以21比19 拿下了第四局 这样的王涛就 第三局 21比15 第四局 21比19 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连板两局 双方 前四局 是打成了2比2 接下来要进行决胜局 第五局的比赛 好 观众朋友 稍后让我们来看一看 决胜局的比赛 明星飞叹 争放轻盘 BCTVV 中国拼风球类台赛 第11年 100场比赛 振脱球雄威 展国手风采 BCTVV 中国拼风球类台赛 中国拼风球类台赛的总决赛 冠亚军大决战 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就是到了决胜局的第五局 是由 上海基选手丁松 对八一队的选手王涛 他们都是曾获得过世界冠军 现在到第五局 最关键的就是开局 对 看谁开局开得好 实际上就能压倒一些 好漂亮 这个球没办法 从目前状态看 三番的回合比较多 相持比较多 现在呢 王涛从揭发球开始到拉球的 全场的判断 教球的判断 也比刚才好一些 现在王涛的汗水呢 好像湿了他的眼睛 现在视线好像显着模糊一点 他自己也揉一揉眼 那么作为王涛来讲 越到最后呢 就越难 因为销球往往呢 销到最后越销越晚 而攻球的选手呢 往往拉了这个复五局以后啊 反复拉反复拉的 胳膊就容易僵 现在三比一丁送了一些 后面这场球 是不是也是你近年来 看到的比较精彩的一场 对 应该是 应该说是这样 一般来说都决赛不好看 但今天的决赛 确实非常的好看 而且今天的场球 可以说是一场 世界级的水平 可以这么讲 现在场上比分4比2 这段的王涛的拉球失误 又开始增加 这和金松有意识地 搞悬转变化 是密切相关的 加转了 金松现在意图很明确 就是当他给王涛 出一个难题的时候 比如刚才一个加转 他知道王涛这板球 拉的时候呢 会很小心 这时候他就做好了准备 反攻 对 所以往往第一个球难度大 第二个球马上就攻 这也是个基本规律 几八球抢了 这次上来看来 金松抢攻要比前两句要多了 这次成功了 这个金松在那台赛里边我注意观察的好几次比赛都是在最后的时候拿出看家本领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比如发球 平时的不发到最后了开始包括对马云格也是一 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看不出什么 到最后马云格开始开始发球 对 而且有的时候很突然我想很可能应该有一点安途 对对对 王涛把球拉起来 大家看这个球呢又是轻拉合分 所以金松呢现在呢对王涛的轻拉看来呢控制力不是很强 反而对重拉防得比较好 好球 这时候王涛也使出了自己的这个拿手本领 就是分堵对方的快速拉球 在对孔灵辉的时候表现得很突出 你看金松的发球 看得很简单那是很难 你也是 赛孟你也是打冰冰球出现搞个专业的 也是专家了 但是厉害人有时候判断他都不是那么判断 没错金松的这个发球啊我们看到啊 他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他的胳膊 大家可以注意就抛球的胳膊呢挡着对方的视线 这个在规则里面并没有明确规定 所以这时候你看那个球接球点的时候正好被他胳膊挡住 第二个呢就是他发球的时候这个手腕动作呢动作很快 屏蔽性比较强 当时是在四月份在曼特斯特的世界锦标战场 可能中国队将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其中就是一个裁判这方面的因素 那么这个呢我想因为中国队 既十三届拿了全部冠军以后 去年奥运会又拿了全部冠军 现在是形成一个欧洲级的来对付这个中国 就欧洲都联合起来要对付中国 那么这样的话就肯定会产生很多的困难 你就包括了裁判的困难 他有可能就会乱判你 所以这个呢从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在训练当中 我们教练的要求也比较严格 都常常在提醒他们一定要标准的 注意的让裁判不要挑出任何的毛病 是的 现在常常比分是7比9 现在中国乒乓球界尔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就等待着44届视频赛的举行 那根据视频赛的规定呢 是要用绿球台白色的球 所以大家也注意到了 今天呢就是按照44届视频赛的规定 打绿色球台和白色的球 现在冰冲的反攻非常的凶 双方交换场地8比10 这是近些年来非常难看到的一场 势均力敌的较量 今天海变的体育馆坐的是满满的观众 很多人呢拿着钱想买高价票 就是买不到 最后呢找到我们转播车 希望能够让他们进来 还有一些是从宁夏来的朋友 从厦门来的朋友 都是来专门看这场比赛 当然更多的就是河北天津的朋友 来的更多 每一分都是来之不易 这是我们想起了王涛 在奥运会上输给刘国梁 而屈居亚军的情景 那么今天他能不能取得 这场比赛的冠军 就要看最后的这争点 现在场上比分是11比9 这是如果要看下棋来讲的话 就到了終局 到白日化的程度 关键是不要吃丁松的发球 注意旋转变化 大家看丁松的拉球非常的稳 但是王涛的强攻 可以说力量非常大 今天丁松这把盾 可以说守得住 王涛这把锚是有攻击力 无论谁能够取胜 今天双方运动员都应该说 表现得非常出色 把球掉起来 大家看这个球又得分了 那么这种轻拉轻掉 王涛得分的是比较多的 对 所以呢 但是王涛也并不一定 就明显的能够感受到 说我现在这球对他威胁最大 这就是说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对 现在场上比分是12比11 是发球了 这说明判断的不准确 对 那也说明丁松这个发球 确实啊水准相当高 因为王涛呢酒精沙场 这种意想不到的失误 在关键的时刻都会出现 所以运动员要能够正确地面对 关键要抓住主流 因为每一分谁都不敢保 你哪种打法能赢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某一种打法对你来讲 可能会赢的可能性大 关键要抓这个可能性大的这样的方法来做 现在场上比分13比13 王涛追上来了 拉斜线 拉斜线 不能对拉 这个球王涛输得很可惜 现在双方要得一分 看来没有三五板的交流 是很难的 哎呀 打在网组上 就像打在观众的心弦上一样 这每一分队 每个运动员来讲 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哎呀 这球丁松 扣得非常好 大家看到 他打到反手以后 他这个手腕 就像羽毛球的勾对角一样 咔的一细砍 正好球跺到了王涛的正手位 王涛球拉得很好 拉到了他的中路 而中路这个位置呢 不太好拉 因为他的线比较短 两个大脚呢 线比较长 大家看王涛这两板 顶得也漂亮 好 丁松削得非常好 这个王涛就比较聪明一些打的 他不好拉到尽管看个球高 但是呢不好 判断不清的时候 我还是中等力要拉一个 先牵制一下 过渡一下 发生再新找机会 就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 节奏呢 有变化 旋转的也就常常变化 又防止了失误 对 比如他看不太轻 丁松是转还是不转 那么他采取一个高幅线拉 这样呢即使转 可能也能过去 不转的可能会高一点 还是能够过去 这时候对攻球选手来讲非常难 就是老拉老拉 拉到这个动作比较僵了 所以突然做别的动作会受到干扰 往往事物多 这弧线太低了 现在场上比分是17比15 丁松确实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到关键的时候 咬得很紧的时候 他显得很沉着 削中路 把球拉起来 形成对拉的局面 连续拉 大家看丁松一直在削 那么他的板形控上 然后改成拉板形控下 这样大的变化 那么在对拉的过程中 他能赢王涛连续赢 那这确实说明 那个手感是非常的好 好球 好球 应该说不是王涛的进攻不够 而是丁松守得太好 对 确实是丁松太出色了 他的无论从攻 从销 或处理的相当的折战 命中率相当的高 我想 我想 他的教练 惠君 蔡政华 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们非常担心 丁松的撞手 15比20 还有一分 对王涛来讲是背水一带 但是尽管 如果说王涛今天输了 我们觉得王涛 今天也表现得非常出色 特别在0比2的情况下 坚韧不拔 一分一分地追 把球拉起来 轻拉 结果王涛重凑失误 这样丁松就以21比15 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这样丁松就获得了1996 97年度CCPA 乒乓球类台赛总决赛 总类主 总冠军 我们祝贺他 特别是他是消球的打法 这也使我们消球打法的运动员 看到了希望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经过紧张激烈的比赛 男子类台赛的决赛已经结束了 现在我们请 组委会的副主任 许少发 来给大家宣布比赛的成绩 CCPV 雪豹日化杯 乒乓球 围台赛总决赛 结束了 我代表 组织委员会宣布 1996 学习TV杯 中国拼马球 雷台赛 男子总维组 上海军运动员 丁松 谢谢 祝贺你丁松 现在我们举行发奖仪式 我们请本次 雷台赛的名义主任 中央电视台 雷台赛 雷台赛 推大 在我们转发 要设定 雷台赛 怎么 有 约 为 雷台赛 洞 散 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再谈一些紧张的话题就太难为你了 我想谈一个轻松的话题 就是在今天的比赛之前 许少发教练曾经跟我们介绍说 说现在这一年来 丁松的感觉找到 其中一点就是丁松现在理了一个平头 所以现在我们就请丁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在一年里面 在这个擂台赛里面是过五关斩六将 他这个感觉怎么找到的 是什么样的感觉 前一段时间把自己由于反手的那块海绵 一直不对劲 一直想换那块老的海绵 但是一直换不下来 前一段打的都是那种新海绵 所以自己没什么感觉 现在就是又换回那块 已经打了三四年的那块海绵 实在是不成样了 但是还就是那块海绵好打 所以 所以又换回了老海绵 所以现在自己就是说 从校囚的稳健性来说 稍微就是好一点的 因为前一段嘛 就是自己显得好像实力很担保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是海绵不行 许少发跟我们说 说这个丁松这块球拍啊 观众朋友们向大家透露个秘密 是乒乓球拍的一个绝版 再也没有这么一块球拍了 因为他打了三年 把这个胶粒啊 有的都 那个海绵都糟掉了 都不成样了 这马路上都没人捡 咱们说好了 丁松这块拍子 如果扔来以后 哪位观众捡 你看看 所有的观众都是非常赞扬 你在整个比赛里面取得的成绩 所以我们也是 大家最大的期望 是44届冰蜂球技苗赛 是不是朋友们 谢谢 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也谢谢丁松 观众朋友 在历时一年的 百鱼场的电视直播中 我们得到了江苏电视台 河北电视台 上海电视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